迪查基尔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艺术与科学学院 为以色列导演约瑟夫斯达的新电影奥本海默的策略捧场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即将成为中间人的纽约客 诺曼奥本海默 他介绍你认识对的人发展你的关系网并把事情给办了 他力求成为所有人的朋友 但是他无休无尽的关系网似乎却令他一事无成 当他认识了一位正在崛起的以色列政治家时 好运降临了 他的新朋友即将被选举为总理 然而当人们发现他的社交网其实是个浮夸的空壳后 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导演约瑟夫斯达 著名于拍摄富有张力的以色列电影 例如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奖的角助 而这次出生在纽约的约瑟夫 带着奥本海默的策略回归到了他的美国根 Norman是一个奇迹给我 我感觉到他的活动的系统 什么是他所创造的 而我终于能够的机会 我终于能够出现他的观众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它是挺有趣的角色,從古代的時代, 有人在那些人生在陰影中, 在那邊的力量,沒有在中心中, 但當事件是好,沒有人會想到他們, 而當事件是錯的,他們變成了避免的角色。 那是正確的角色的角色。 诺曼这个角色本身有点胆小温顺 有时甚至还有些惹人厌 这也跟理查基尔平时饰演的柔情角色大相径庭 我肯定的想法 不是吗 是努力难吗 你一定要这么大地吃吗 也会作为练出这个角色 哇当然 我问了我 一位制作者 如果我不是我是制作者 我满达自己之内 那会不 Fez 但他说 你看你能人的精彩 帮你表現什么另外一个人 你可能做其他小型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情节 想到它,想到它, 做出一些事情,試一下一些事情。 在那尾,影子是非常柔 Member, 而且只看上一小时间一半, 然后面子走掉在一个人物。 那么并非我chwil那个东西在内身上很正常。 他很柔一位柔 Happy character, 我只有一长时间知道如何可以到那里。 幸运的是 吉尔对于出演这种角色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制片人和作家 原本可对诺曼有着不一样的打算 其实原本的故事 没有关系 有一个主要的女性女孩 主要是一个主要的女性女孩 而且Richard还没有意识 他在一个主要的主要的女性女孩 他想要一个主要的主要的女性女孩 然而这对导演 居然也是个新鲜事 这对我来说 不不不 他一直是一个男性女孩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你让我来思考 他的性格的性格是一个问题 但你只是推荐的问题 很有趣 总而言之 对理查基尔来说 能饰演诺曼并成为电影的议员 真的是一种福分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一种最喜欢的 是的 我很惹怒了这个电影 我认为整个组织 所有的演员都很棒 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我认为最后五个电影 都已经在纽约 很低预计 我们做了21天 25天 30天 这也是30天 我们也做了几天 在伊斯莱里 奥本海梦的策略 将于4月14日上映 你能跟Norman在一起吗 是的 我应该有点 或者我还没能玩 但是我认为每个人都做了 我认为甚至你 好 转过来 是的 甚至她 是一种沉默 远沉默 甚至她 甚至她 这是个褒子 但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